各位标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 Winston 今天想和大家介绍 Sickle Prospect Save the Ocean 系列 就是一个拯救海洋为主题系列的潜水标 这个标真是很特别 而且标面很漂亮 这个拯救海洋为主题的潜水标 用了这个Baby Tuner 用了Baby Tuner去呈现 这个是特别版的 大家看看外观 让大家看看 我先脱开这里介绍给大家 先看看Baby Tuner 标面大家看到什么 在这个6点或者5点位置至11点这个位置 就有几只动物在这里 大家应该看到了 几只企鹅 它用企鹅去呈现出来 因为一般的潜水标 一般的潜水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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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印象都是潜水猿 沙鱼 这些 这些为主题 而这个 应该我未见过 用企鹅去呈现出来 大家看看 其实标面看上去就好像 它是一个 边是黑色 边有点黑色 中间就是蓝色 而那几只企鹅 就好像我们在海底里看着 上去一些企鹅 在水里游泳 所以标面是做得很漂亮的 而且它有些质感 有些凹凸纹 即是有些纹理在标面那里 在字面那里 所以整体网络的感觉 就很特别 很漂亮 好了 这支baby tuner 应该大家标米都不用我多说了 就是这个200米的防水 它用4R的自动机械机芯 是的 4R35 一般精工的标迷都会很清楚 不过不失 4R35的质量 它有一个夜光指针 是的 时分秒针 以及夜光的黑度 用点点去显示 另外这支秒针也很特别 这支秒针其实是金色 和黑色的配搭 而有一个128的旋转标圈 是的 扭下去也很顺 另外在4点位置 就有这个日历 是的 这里是日历市窗 最重要的 我今天介绍给大家的 这支是made in japan 是made in japan 是made in japan 因为坊间有一些 就不是made in japan 是japan movement 我介绍给大家 这支是日本制造的 另外 baby tuner 这个系列 因为海洋系列 它除了标面 是用了蓝色之外 它标带也是用了蓝色去配搭 是的 这里有个海洋的Logo 那条手带 那条橡胶带 摸下去也是很舒适的 很舒服的 很柔软的 那这里有个sicle的扣 不受钢拉斯花纹的扣 是的 油环和针扣 我们先看看标底 反过去 OK 好了 写着了什么呢 写着了螺旋式陷入底盖 是的 这个底盖也很质感 摸下去也有提前 交代海浪的花纹 这个没有做到透视底盖 但是这里写着一个special edition 是的 这支是special edition的手标 另外写着made in japan 是的 还有这里写着了200米防水 是的 4R基深 OK 好了 这个标面 baby tuner 顾名思义 怎样baby 就是43.2mm 其实也不算很baby 而且最正的 就是设合了今年的潮流 因为今年不流行45楼上的标面 其实一般主流都是做40-42mm 的标面 戴上去就会 看上去会比较细致些 好了 另外 另外这支标的质感 另外这支标的质感 好了 大家看看标壳 baby tuner的标壳 是做一些拉丝的标壳 所以看上去很漂亮的 我再带给大家看看 看看是什么感觉 戴上手 好了 大家看看 其实呢 你说它43mm 是不是很小呢 我又觉得它不是很小的 是的 上手的感觉都很有分量 很质感的 摸下去也是 那这个43mm 完全是 切合了今年的趋势 因为今年很多品牌的标 都是做了这个 比较小的标面 至于它的机身 就震频到21,600 是的 动力处能到41个小时 这支标 那好了 这支标呢 就有两档 有个螺丝霸的 是的 这里有个螺丝霸 放开了之后 是的 接着呢 有两档的 拉出来 就会有庭廟 是的 接着呢 就 教时间 半档呢 拉了半档先 半档呢 就是教那个日历的 是的 半档就是教条日历的 全档呢 就是教那个时间 那教完之后呢 按下去 上十 是的 因为它是一个螺丝霸 OK 那好了 这支标呢 再给大家看看 那个清晰一点 先 那坊间呢 这支标呢 应该是在买 2000 尾 我猜 3000头 上下 那现在我们的 No.7 Watch 做着超级优惠 2628元 是的 2628元 还要是Made in Japan的 6点位置会写住了Made in Japan 是的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仔 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去我们佐敦店 或者荔枝角店那里试验 是的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如果喜欢这条片的 麻烦你给个赞我们 好 多谢了 拜拜